好,我們動態都完成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將攝影機也設成動態 攝影機動態一樣 我們先用AutoKey來設Key 在我們這Animation的地方 我們一樣為我們的攝影機也設Key 攝影機,因為我們要做Loop的動畫 所以我們攝影機一樣頭、尾 一樣是同一個Key 我們做了中間一個,然後 做了動態 好,燈光我依照這個環境 我稍微做了一些調整 讓它距離壓遠一點 之前我們那時候用的攝影機是 定點的攝影機 這一個 定點的攝影機,太近了 所以燈光我們就調整往後退一些 好,目前達到目前這邊要的光影 好,這邊我們就可以先來設我們的算圖 算圖我們要怎麼算呢 第一,就跟我們的Preview一樣 我們在這裡Output設定我們的算圖路徑 這裡我開一個資料夾 我們開成Final Final 就看有沒有放進去 Final 好,進來Accept 然後這裡的格式我們也可以設成我們要 PNG 算PNG 算PNG 我們這裡有背景嘛 所以我們不需要開到RGBA 代表Alpha BW是黑白的 所以我們就說彩色的 針對我們維持8bit 就好 當然query比較好 我們可以改到16bit 這裡我們就維持不動 好,在這個狀態下我們按Render Render這裡有個RenderAnimation 他就會把影片算到這個路徑 去 但是這個地方算圖 的設定 我們其實一次就別人只能算一個Path 我們一次只能就出一種算圖 這這個對於如果之後要動 他要合成的話 其實這裡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這裡我先把它回覆 我們一樣算 MPEG 當作我們的影片的部分 好,我們進到Compensate 這裡我把節點拿掉 這裡大家進來如果東西是空的話 沒有任何東西 那東西大家記得把UseNode打開 UseNode打開 這樣子的話你就會看 你就會看得到 你們的畫面 這裡當然是我之前之前算的圖的單張 這邊先Render我算一個一張 好,這就是我們圖 這裡算三張 當然這邊我們可以把它改成改小 這就是我們剛才算出來的那一張 然後這裡 這裡Compensate是拿來做合成的 不過這裡也可以拿來做我們對我們來做輸出使用 像這裡我按Shift A 這裡有一個Output 我們這裡左邊過來叫Input 右邊出去叫Output Shift A 我們這裡Output 可以FilePath 這裡就可以告訴他我要輸出到哪裡 其實跟這裡 跟我們這裡RenderOutput 這裡意思是一樣的 他這裡也可以做設定 然後我們FileOutput 我們在這裡 Item這裡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輸出了 他這裡預算是OpenEX 我們也可以設定成PNG 然後我們這一個 要取名叫什麼 叫RGB 我們也可以取名叫RGB 我就可以說我的圖片 那這個要出到RGB 然後甚至我可以在這邊再新增 新增 就可以同時 出很多Path 當然我們以這個案例 我們目前沒有要出很多Path 不過我這裡舉例另外一個叫Depth 看看Shift A 我們這裡 開啟 在這裡 叫Output 有一個叫Viewer Viewer Viewer這裡 按Ctrl Shift 它就會連結到Viewer 就讓我們看到說我們 最後 DropBack 圖像到底是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Depth 這裡 來看我們的Depth 輸出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這裡目前 我們沒有要輸出這些 這裡就 Viewer就先放旁邊 Viewer是拿來 像我們在Composite的時候 我們來看我們的 輸出的 所以按Image Viewer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輸出長什麼樣子 Composite 就是最終合成的結果 這裡合成結果 如果我們這裡 Pass我們有增加中間的節點 的話 Composite它這裡我們最終輸出的時候 它會以這個地方來輸出 所以如果我這裡 Shift A 我給它做 調色的話 Math 我們來看看Filter 我們來增加 Flur 模糊 模糊 這裡模糊不太適合 Shift A 我們看看 調色Color Gamma 我們來調個Gamma值 這裡 有點Gamma 好 我們這裡調Gamma的話 之後這裡的輸出 我們這裡也把它改成 DNG 好 然後我們這邊 這個路徑我們來設 我們剛才在Final這裡 我們差一個Gamma 這個叫做 RGB 好 Accept 然後我們這裡 這個命名我們也改一下 Composite Composite 好 我們來輸出一個單張 RenderImage 好 我們看到這裡最初後 輸出的顏色 這個輸出的路徑 就是這個Composite 顏色是調過 然後我們的Final output呢 我們來打開這路徑 來建立一個資料夾 這路徑 複製起來 來看這張圖 這張就是我們原始的顏色 因為就沒有受到影響 可是像我們在 Review Final 我們用 對 提醒一下 那這裡 在對於算單張的時候 只算在Render這裡按 RenderImage的時候 這個 預設路徑它是不會存檔的 它只會顯示在我們的畫面中 所以其實 這裡在輸出單張 的時候 其實我也建議大家 使用 File Output 來輸出 然後我們這裡 我們就用這個 有調色跟沒有調色的 我們來輸出兩個 好 我們第二個就是 Gamma Ga Gamma 就是 有調過色 對 有調過Gamma的 跟沒有調過的 就是這兩種 我們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原始的 按Ctrl Shift 這裡我們介面 跟這裡 它顏色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Render RenderImage 這裡它會輸出 Compacy這裡會輸出 但是它不會存檔 我們是 這裡現在存出去 是靠File Output 這裡把它存出來的 這裡有沒有 Gamma 跟原來的 所以在Brander 輸出的話 不管你是出單張或 連續單張 我都建議說 使用File Output 來輸出檔案 因為其實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路徑 我們其實可以存檔 可以分 分成 其實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像這個 不要 可以調整 好 這就是關於我們檔案 我們這裡 燈光改了後 我們要輸出 所以正式 輸出的時候 我會建議說用 Output 會建議用Compacy 裡面這裡 File Output 來輸出檔案 來輸出檔案 來輸出檔案